鄭太太看著自己的住家 越看越生氣 因為一根電線桿直挺挺 剛好擋在正前方 不但迫害美觀 還讓她心裡不是滋味 因為從神明廳往外一看 除了眼前的三根電桿 就好像被插上了三炷香 這段時間家裡接連出事 也讓她越想越不安心 原來鄭太太的住家 就位於嘉義縣新港西旁的橋邊 前年五月拆除改建 因此把附近的三根電桿及電箱 遷到附近的私人土地 沒想到去年九月完工 還是沒有遷走 這段時間住戶層透過明代反映 直到現在將近兩年 還是不動如山 我們以前不知道的情形 人家來未來在台南比較知道 我剛才屬於人 我去請親親抗戒 抗戒結果你知道嗎 三元 附近我上面還有我們家的地 工部門遲遲沒有動作 讓鄭太太氣到找人見解 結果更發現電桿跟電箱 全都在自己的土地 加上引發討論 終於有了動作 如今鄭太太也不再追究責任 只希望對方能兌現承諾 盡快讓事件可以落幕 TVBS新聞南部綜合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